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你好 大家好 最近也聽到一些朋友 在眼方面出現白內障毛病 似乎現在白內障這個問題 都很普遍 也看起來好像年輕化了 一些比較年輕 以前我們都是覺得 上了年紀的老人家 才會覺得他們有白內障 但現在有些可能說 都未夠六十歲的人士 都患有白內障這個問題 最普遍眼科醫生當然是 叫他們做手術 換了他 但始終手術都是創傷性的情況之下 其實在同類療法那裡 有沒有療劑可以幫助白內障呢 相信白內障 是越來越多人有 當然其中一個最容易的解釋 現在的人當然是長受了 這個是可以解釋 很多病不是因為人長受 現在的人長受的人多了 所以在年紀大的人出現白內障 是幾普遍的 也都知道了 現在很多人遇到白內障 通常醫生都說 等他先熟了 熟了先就開了 那什麼叫先熟了呢 有時候白內障 既然是老化的常見問題 不一定是老化 一定要有白內障 但事實上很多人 當身體老化 我們眼裡的精體蛋白質 開始有些退化 很多時候都有人說 等他壞到真的好差 令到你生活受到影響 那你就容易容易溶開多 那一般都是幾快的 手術上都很快的 通常是一個小時的手術 簡單單單 很多時候那個病人 是醫生去診所做的 就不用去醫院去全身麻醉 那些是比較上很快的 當然很多人做了之後 覺得很明顯過程 但是手術呢 其實我都遇過 亦都聽過 亦都知道 是有些是真的做得不好的 最嚴重的 我遇到一個case 那個病人做了之後 出現很多問題 接著就搞搞 一路去搞可能發炎之類 搞到最後呢 他直接說他要換角膜 直接要用角膜移植 搞到這樣的 這麼嚴重 所以一個叉就可以看到這樣 亦都有一些 那個鏡頭 在某個位置 脫了下來 或者脫了位置 其中一個可能性 可能是擦眼 很大力擦眼 不小心 令到那個晶體 脫了位置 很明顯 大家都知道 當我們眼睛的晶體 或者包著那個晶體的囊 是出現 我們叫做不透明 Opate 那個時候 慢慢地 我們的視力 慢慢地 慢慢地 一路會減弱 甚至乎完全 都看不到 當然 也有些是天生性 都有 但是大部分 都是後天的 有些是局部 也有些是全面性的 也有些是 也有些是越來越差的 很明顯 症狀方面 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這個很視乎 密度 和白內障的位置 會導致不同的視力的缺陷 當然 因為小小的白內障 可能對那個視力 可能沒有什麼真影響 有些人是被發現了之後 通常 醫生都不會馬上叫你去做手術 都是叫你先等下 等他熟悉一些 也有機會 即是如果你即時 懂得去補救 用營養方法 來控制他 可能那個白內障 是不會壞下去的 但莊養最好 我覺得 不是每個年紀大的人 都一定要有白內障 如果能夠懂得用營養的補充方法 是補好眼睛 補好眼睛 有機會到死那天 都不會有白內障 或者不會嚴重到 你要看不到東西 是 好了 大部分的視力 蒙的奧癖 透明度 遮蔽度是慢慢來的 有時候有一隻眼 可能有兩隻眼 通常都是一隻眼開始的 很多人都是無意之間 發現到 為何這隻視力 好像有些 好像看上去 好像要看上去 有一層沙 有個煙膜 這樣看上去 或者看到有些火 看上去 有個火環 有個稀露 很有趣 在白內障 有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暗的地方 或者是一個黎明的時間 你反而覺得沒有那麼影響 為什麼呢 你知道 在一個暗的環境裡面 我們眼睛的瞳孔會 放大 會放大 變成入光的地方 是多了的 反而有時候 白內障 那個視力問題 沒有在一個很光的地方 是更差的 當然有些人 用一些 例如 Echo Pain 一種眼液水 是放開瞳孔的 但當然 如果經常這樣用 是有問題的 即是 咦 我用這個眼液水滴一下 就好一點 但它只不過 勉強幫你打開瞳孔 但問題 如果經常用這個方法 結果有一個很嚴重的後遺症 就是青光眼 青光眼 真的有後遺症 令到你失明 好 一般人 都會用開瞳孔 因為開瞳孔始終 不是那麼複雜 所以很多人 到差不多 開了之後很開心 我馬上看到 但是 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 在同外療法 有一位醫生 叫做 Dr. Compton Burnett 這是大約在英國一百多年前的一位 很著名的同外療法醫生 他寫了一系列的書 是說他的臨床經驗 其中一本書 是說 用白內障 可以用同外療法的藥 可以治療 英文書 叫做 Curability of Cataract with Medicine 這本書在我們陸創院健康店 一直都有 實施的本書 講完他的案例 以及他的不同療劑 哪一種療劑 他成功去治療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買這本書 作為一個參考 在他的經驗裡 他試過很多不同的療劑 大家要了解 在同外療法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用一種概念 叫做 《同病異治》 《異病同治》 即是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病 都不只是用某個療劑 就是主要的 其實有很多的療劑 都是可以治療的 但要視乎 情況 症狀 症狀 所以我會介紹一下 幾種簡單的療劑 當然我們要真正正用起來 第一 如果你對同外療法的療劑很熟 大家當然可以聽我們另一個節目 叫做《零丹妙藥》 我們已經介紹了幾十種療劑 當然我自己已經開班了幾年 一個課程 有三年的課程 跟大家好好地介紹 大家學用三百種很好的療法療劑 處理大部份我們需要處理的病 首先我介紹幾個療劑 簡單一點 例如一種叫做 Ammonium Carbonicum Ammonium Carbonicum 是碳酸胺 是右眼 即是要當作右眼 另外一種叫 Berita Carb 是碳酸胚 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認識和療法 Beladonna 通常用一些炎症 紅紅炎症出現之後 是導致的問題 另一種叫喬卡 是碳酸鈣 如果我們發現你是一個碳酸鈣型的人 肥肥白白 很勤力 做事很小心 這些 大家可以詳細了解得到 這也是用得到的 另外一種叫做 Cannabis 大麻 在醫學上很多人都認識 原來大麻是可以依青光眼的 應該很多人都認識 但原來這個Cannabis 大麻 也是可以幫助那個Cataract 這個白賴醬 另外一種叫阿聖納 Causticum 那種精型是有些指引 例如你發現那個人很喜歡 去觸一下眼睛 觸一下眼睛 可能用這個動作可以減輕壓力 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這是一個阿聖納鈣的症型 另外一個就是Cronium Cronium Cronium 比較年紀大的人 毒心 當時我們在歷史上 希波格拉底被人毒食 判署死刑 就叫喝Cronium的毒心 當然同療法的療劑 是經過稀釋數以億萬次 肯定是不會有任何毒性的 所以大家明白的就不用擔心 另外一種就是小米草 Euphrasia 小米草的整形很多時候 對眼睛有些輕微化炎 紅紅、紅眼睛等 很有用的 還有是硫磺 尤其是硫磺 如果是先天性的 如果是先天性的 硫磺 我們可以考慮硫磺 好了 另外一種就是石蟲 Podium 通常是斑診之後 出現的白內障 或者是驚奇受益制之後 出現的 好了 另外有一種就是 Magnesium Carbonicum 是碳酸尾 OK 這個通常如果是白內障 是先由左邊 跟著去右邊 或者是以前 就是很多頭痛的症狀 或者很多皮膚的瘡 這種背景的人 我們會想到 Magnesium Carbonicum 除此之外 譬如Nedmur Nedmur 鹽型 麟 Phosphorus Cypia 是墨魚汁 Silica 是直 這些其實都是可以用的 Silica 尤其是用一些眼睛 有些所謂的 鮮 圈鮮 圓鮮 或者因為 曾經是 腳部的汗 是某些用藥抑制了 可否看到 在同學療法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 好了 簡單來說 譬如有時候 我都不知道是哪一種 感覺 要怎樣去找呢 我通常 譬如正形又沒有 我們就說 算吧 你試試用一個 蝦蜜鹽 叫做Kellfleur Kellfleur 是叫做 是 枸化甲 這是蝦蜜鹽 可以長期用一段時間 因為始終 記住 白萊醬 不是一個短期可以治療的問題 通常要用 它是用幾個月的 你才可以看到效果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說 真的 這麼多療劑 哪一種對我都不會知道 我覺得 大家不妨試試 有一個叫做 這是一種 纖維鹽 Kellseum Fluoride Kellfleur 是用了這些 結膜 Lens 這些 組織方面的硬化 問題 所以 記住 很多我們以為 要外科手術的毛病 其實是不一定的 很多可以用內科的療劑 和療化療劑 可以處理到 嗯 好啊 這個又可以 當然 我們的眼睛 其實都是 靈魂之窗 我們都要好好地保護 日常的情況 尤其是現在 大家不要太專注 在手機方面 出外交外 做運動 看遠一點 或者有時候真的 工作上需要用電腦的時候 都不會大約是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 都要離開一下 看看一些綠色的東西 那樣 那營養補充 那方面 都當然要 預防性於治療的 那麼剛才 袁醫生提過很多 那些療劑的時候 都在說 是跟靈型那方面有關係的 如果大家 聽眾想再深入些 了解一下 那個同類療法的應用 那些什麼 剛才袁醫生也有說過 我們定期都會 開辦一些課程 供大家去報讀的 那想了解多些的 就留意我們的網址上面 都會有提供到 那些開班的時間來的 好 今天我們也很多謝 袁醫生再跟我們分享了 那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由上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御理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謝謝你袁醫生 拜拜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